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有一些是法上规定的 也就是亲民党如果说 他这次要争取政党票的话 他区域立委一定要提 这个不是马一九说了算 没问题你可以提在那一种 就是绿营是稳营的地方 形式上而已 这当然就是说最后你的这个 提名的区域跟提名的人数 这个是一个有些很指标性的意义 那刚才玉琴做了一个小小的民意调查 为什么我觉得会合 那是因为马送会会面 其实因为现在闹成这样子 对范兰的选民来说 不但是焦虑我刚讲到了厌烦的程度 那种厌烦的程度 事实上会 虽然现在离选举还有半年的时间 未来还会有很多的影响的因素 可是你让选民那么厌烦 那事实上我想整个马团队也知道 其实大家最担心的就是 整个投票率的降低嘛 对 尤其其实在这次估计像去年的这个五都选举 民进党本身他们一定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世界很高要去投票 那当范兰的投票率降低 投票意愿低落的时候 绝对不利于马英九的选情 那而且呢我觉得对于这个特别范兰的选民来说 可能到时候大家就 如果说两边一直都不会面的话 那人家就会立刻就讲说 欸 蔡英文跟苏贞昌都可以会面 虽然会的那么难看啦 但两边还见面了嘛 那为什么嘛 马宋之间到底是使用什么深仇大恨 就是连见个面都不能见面 这个很难说的过去啊 虽然两边各自有盘算 也有很难见 见了讲什么的苦衷 我也不知道到这见了之后 会不会像这个蔡英文苏贞昌会面 这么样的尴尬跟难看 我不晓得 但是呢 正是民众的期待的时候 也许两个人被迫最后要演一场戏 但是我对于国亲要不要和 我个人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没有错我是小党 其实新党 我们跟亲民党有同样的问题 在这场大选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去争取我们的席次 那我觉得在政党政治 在民主政治里面 所有的政党 他去要争取席次 天经地义 中华民国有哪个县 从宪法到法律 哪一个规定说 对不起啊 在两党对峙的时候 新党不能出来选 新党不能出来选 没有这条规定嘛 所以你要有你的主张 但是呢 如果里面你今天的这个做法 跟过程里面充满太多的权谋的时候 我觉得选民是会唾弃的 我记得可能前两天 大家还讨论说 宋先生会不会选总统 因为好多的这个民营调查 那我们事实上 后来现在比较明朗了 宋先生说 其实是决在立法院 这是相庄武剑 意在佩公嘛 或者叫以战逼合 我先把我这个拉高了 事实上对不起啊 其实我只是要在立法院 有发声的管道 那我认为清兵党要去建立法院 天经地义啊 这是政党他要争取主体性 不管大家同不同意 我觉得这都很合理 但是你过程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难免更坐实了 过去很多在整个的政坛里面 对于宋先生或对清兵党 那个全魔算计的那个印象 我认为其实反而是不利的 而且我觉得对选民来说 所有的政治人物政党也好 特别是你是党主席 或者是党主席旁边的人 明明知道这是全魔 大家一起来打仗 一起来放话 一起来以战逼合 一起来玩一个全魔游戏 你把选民当成什么 我必须说我坚持小党 我完全能够体会清兵党的困境 我也晓得宋主席的委屈 我们大家都听了很多 但是选民是什么 你今天真的要这么多障眼法吗 我刚讲说 马宋也许会会灭 但是那是一场戏 那是一场障眼法 演给选民来看 你们继续这样玩弄选民吧 就旁边的人 如果是亲近亲民党主席 宋楚瑜身边的人 骂就够了嘛 比方说像我们看到刘文雄 他也说他出来选 只是不会跟谢国梁对垒 那很快的请香楼 你补充一下好了 因为刚刚跟宏伟讲的 已经好像都感觉到 有一点悲愤了 已经动气了 生气了 新党会会悲愤天经地义 新党当初的存在 就是因为宋楚瑜 在国民党里面 把新党扫地都出门 新党在当时在国民党里面 被定位为非主流 被扫地出门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主流 是宋楚瑜 而不是像今天刘文雄讲的说 我们好像是非主流 故那个都在历史的因果上面来讲 是颠倒的 不是 是因为他讲的话很重 他说马金体制祸国殃民 这种话都讲出来了 你就会想说 那马宋怎么会 你当年讲到这个样子怎么会 但是 那就是大家 因为大家基本上都劝和嘛 那蓝军基本上是一个喜欢劝和 因为蓝军是不耐烦又不耐斗的 只要一吵架之后 大家的污着耳朵都不想听 那所以呢大家都会劝和 那被劝和的这个两个领导人 基本上面应观众要求 多半都会勉强的坐在桌子上面 喝个咖啡聊聊个两句 关起门来演一场戏 但是呢就像是呢 很多人呢不想去相亲 但是都被逼着去相亲 但你怎么要去啊 但是回来了之后呢 就有话讲说 因为他很丑 因为他很臭 因为他有胡臭 因为他讲话很没有礼貌 哎呦那相见不如不见 你就可以找很多的理由 回头呢去对自己的老人家讲 你看我都你叫我去 我也去了嘛 他去的时候你看他就是这个样子嘛 这个过了过了过少 大概是会发生的 就彼此之间都要留一些 可以去闲的那样子一个话啦 那刚刚就是说 朱委员所提到的 就是说德国的那个case 德国的case在台湾来讲 有个根本上的差别 德国是内阁制 当你是内阁制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不涉及到 总统选票的算计问题 换句话说 立委跟总统绑在一起的时候 立委的选票的转换问题 在德国是不考虑的 台湾在这部分来讲至关重要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说好 那我们这个 那区域你们就不要提吧 大家不要伤得和气嘛 因为立委选举啊 会比总统选举更刀刀见骨 因为总统选举 大家总有一些大模大样 有时候话讲得再丑啊 到嘴边只要你修养好一点 还是吞下去啦 可是立委选举就不是了 你在各地方选区在杀到底的时候啊 那个什么丑话都会讲出来的 而且湘龙 那你叫这些人怎么办 黎建南 黄珊珊 李同豪 陈镇盛 所以就是这些人 都已经披挂上上阵了 而且话也都讲重了 而且某种程度上 他们也确实在过去的蓝军里面 他们就受了委屈 对国民党不满 对马英九和金普中不满 那你说好 那这些人呢不要选区的 然后呢去我们尽可能的 国民党就呼吁就是说 支持亲民党的不分区的名单 大家不要忘了啊 民进党的不分区的名单 才被骂得狗血淋头 你今天如果说 用这种方式去操作 完全是基于蓝军内部的 政党的合谋 你为了和谐的关系 然后呢你国民党说 我的不分区名单 我就先不讲 我支持亲民党的不分区名单 那个从台湾目前的 政治气氛来讲 那更是天方夜谭啊 你会留下多少的画饼 之前你才把绿营呢 骂得狗血淋头 今天你不分区名单 这样子弄那还得了 即使宋楚瑜 我认为他选总统的机会 平心而论啦 我之所以不完全排除 就是他还在看着 行事的演变 宋楚瑜的心里面 或者像宋楚瑜 这样一个位置的人 他想要 但是不一定要得到的 当然是总统大位啦 但是呢他不见得想要 但是他可能要得到的 他就要开始盘算 哪一个是他最想要的 那他如果是锁定在国会的话 如果他能够在立委选举当中 拿到一定的席次 我认为将来他操作立法院 政府院长的空间就很大 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亲民党如果真的能够拿到 5到10席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判断 国民党跟民进党 大概都不过半 那这个时候呢 下一届的立法院的政府院长 你院长是不是 就还一定是王金平 就未必了 我今天 今天亲民党过去 并不是没有在关键意识 跟民进党合作的潜力喔 是 我如果跟你民进党合作 你送你 你王金平连院长都干不成 如果你想要干院长 那你要考虑 我宋楚瑜是不是可以 当个副院长 这些的可能性 在未来的安排里面 都会存在 好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听听看 艺红还有韵棚 他们怎么看 马上回来